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912天 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18天 乌克兰昨日用海王星导弹 远程袭击了克拉斯诺大尔边疆区 特姆琉克区 卡夫加兹港口 摧毁了停泊在那里的一艘渡轮 Cornro Trader Cornro Trader是仅存的 可以轮渡铁路油罐车的渡轮 被炸之后克里米亚要开始闹油荒了 此外,卫星图像显示了 福尔加格勒地区俄罗斯空军基地 Marinoka在前天的袭击中的损坏情况 飞机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 有消息人士称 可能有1-5架苏34轰炸机 在袭击中遭到摧毁 但我无法通过交叉对比 确认其真实性 飞机早些时候地区在机库里 但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在袭击期间仍然留在哪里 8月22日 乌军队俄罗斯境内福尔加格勒州 和克拉斯诺达尔边江区的目标 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远程无人机袭击 乌安全局下属特种部队 成功袭击了福尔加格勒州马里诺夫卡机场 摧毁了装满华翔炸弹和燃料的仓库 引发猛烈爆炸 机场机库严重受损 但不清楚是否有飞机损毁 乌军当天对克拉斯诺达尔边江区 卡夫卡兹港一艘载有燃料的铁路渡轮 发动袭击 这艘渡轮载有30个邮箱 俄方称 乌军可能使用海王星反舰导弹 袭击了渡轮 乌军情局下属特种部队 还于8月21日 对莫斯科市附近的俄罗斯信号情报中心 和奥斯塔菲耶沃机场 以及罗斯托夫州的米勒洛沃空军基地 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布达诺夫表示 乌克兰军队正在核实 对这些目标造成的破坏程度 乌军还于8月20日晚和21日凌晨 成功袭击了 顿河畔罗斯托夫州 新沙赫金斯克附近的 俄军S-300防空系统 对顿河畔罗斯托夫州 一个大型油库的袭击 导致至少22个储油罐起火 大火燃烧了4天尚未熄灭 回到战场上来 过去24小时 俄乌双方在乌克兰前线 共发生135次冲突 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人肉冲锋 仍然最活跃 在那里发生的战斗 占乌克兰境内所有冲突的约40% 俄罗斯库尔斯克战场 俄乌双方均未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双方接触线变化不大 从美国战争研究所最新的战况图上看 俄方仍未收复任何师徒 乌军则在控制区的西面 斯纳哥斯特村 以及北面处取得微小进展 整个控制区面积扩大不到10平方公里 强烈感觉到战场上的暂时平静 使乌方在为接下来放大招调兵潜将 多方面信息显示 俄军最近从扎波罗热州西部 抽掉了至少一个空降团部队 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州 另有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称 俄军援用于进攻哈尔科夫北部的八个营 已经重新部署到库尔斯克 不过这八个营都是俄军二线部队 严重缺乏坦克、撞甲车、火炮等重型装备 哈尔科夫前线 乌军出动苏-27战斗机 向在沃昌斯克内的俄罗斯占领军 进行了一系列使用JDAM-12制导炸弹的空袭 有消息称乌军已在哈尔科夫发动反击 并推进了两公里 但我还没有看到视觉上的证据 库尔斯克前线 乌克兰部队今天再次重创卡德罗夫的阿赫马特 今天早上 他们袭击了阿赫马特的一个营地 消灭了呼号为Sastry的阿赫马特指挥官 以及和他在一起的30名俄罗斯士兵 塞姆河南岸方向 乌克兰军队已经控制了克拉斯诺克托比亚尔斯基镇 切断了与塞姆河南岸地区与外部的陆地联系 至此 驻扎在这一区域的俄军已经被完全包围了 想要绕道 但乌克兰部队已把道给堵上了 想要渡河 但有乌克兰特种部队和无人机的关照 想要跑路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乌军在拿下科马罗夫卡 继续向格鲁石科沃挺进 从科马罗夫卡向格鲁石科沃市逃亡的 俄军地155旅的部队 被乌军无人击困在了两地之间 溪流沼泽地里 格鲁石科沃是塞姆河南岸地区最大的据点 这几天该区域内的俄军不断撤往那里 这意味着乌军一旦拿下那里 就将这块大约640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入囊中了 在苏甲以北 乌军仍是三路并进 只取库尔斯克的大洞麦E38高速公路的三个节点 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22日访问了苏梅州边境地区 与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上将和苏梅军事管理局局长举行了会晤 乌方没有透露 泽连斯基是否进入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地区 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媒体官方账户发文称 西尔斯基总司令报告了所有交战激烈地区的最新战况 特别是在前线最艰苦的托列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乌军加强防御的具体措施 泽连斯基称 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某个方向 乌军控制了另一个俄罗斯定居点 抓获了一批俘虏 补充了换回基金 泽连斯基还说 苏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报告了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后 苏梅州的安全局势 目前俄军袭击明显减少 平民伤亡人数也明显减少 这证明在俄罗斯境内 开辟安全缓冲区是有效的和必要的 泽连斯基指示 注意协调军队 警察和国家紧急服务部门 在边境地区的行动 特别是组织人道主义车队前往库尔斯克控制区 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中将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官方账号上透露 乌空军成功摧毁了库尔斯克一个俄军据点 他说8月22日下午4时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发射多枚高精度美国GBU-39炸弹 对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排据点进行了空袭 这次空袭摧毁了一个俄军无人机控制点 一个电子战装置 若干设备 武器和多达40名俄罗斯军人 乌军米格29几乎每天参与库尔斯克对俄军的轰炸 这款苏式飞机经过美国技术人员改造后 能发射美制GBU-39精确制导炸弹 上周一架乌军米格29在库尔斯克地区被击落 飞行员成功跳伞生还 由于乌军在靠近库尔斯克的苏梅州 部署了西方原乌防空系统 加上F-16战机不定时升空 基本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 自8月6日乌军攻入库尔斯克以来 击落了三架俄军苏34战斗轰炸机和五架武装直升机 此后俄军不再靠近库尔斯克前线发射滑翔炸弹 或者近距离对地面部队提供其他空中火力支援 在勇敢专业的地面部队在这样的猛烈空袭面前 瞬间就灰飞烟灭人间蒸发 这也是乌军没有打掉俄军机场和作战飞机之前 不敢轻易向俄罗斯纵身推进的原因 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8月22日 在基辅接待来访的英国国防参谋部 负责战略和军事行动的副参谋长哈维 史密斯重点讨论解除西方原屋远程武器使用限制问题 鲁斯特姆·乌梅罗夫指出 英国一直是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侵略方面 最关键和最决定性的盟友之一 他对英国领导人和人民表示感谢 乌梅罗夫称 对我们来说 不允许敌人在我们的领土附近集结部队至关重要 能够用西方远程武器摧毁俄罗斯联邦后方的军事目标同样重要 这几乎是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滑翔炸弹和其他毁灭性空袭的唯一途径 他指出 乌克兰领导层一直与合作伙伴保持联系 讨论使用远程武器执行这些任务的必要性 他说世界已经收到足够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只相信武力 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一起 再次展示我们的决心和力量以阻止侵略者 英国曾多次公开表示 不限制原武武器的使用 但由于担心引发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器受到美国 德国 法国等北约盟友的阻拦 目前风暴阴影和其他西方原武远程打击武器 仍禁止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英国在对乌军事援助方面创造了多个第一 总是率先突破俄罗斯划定的红线 不排除英国率先允许乌克兰 可使用其原武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军事目标 这会极大的压制俄军空中优势 并给俄军后勤补给和兵力集结带来巨大困难 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消息 普京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不得不从乌克兰前线调兵回员 自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库尔斯克地区开始行动以来 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态度有所恶化 Filtralabs AI分析社交媒体帖子 和新闻材料的数据表明 虽然莫斯科对普京的支持 仍然比较强烈 但俄罗斯偏远地区的 不满情绪快速增长 使征兵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普京急于解决库尔斯克的问题的主要原因 卢干斯克前线 俄军禁坦四师已经调往库尔斯克 并打了第一仗 将一辆坦克和一批步兵送给了乌军 拖列斯克前线 第60旅已经抵达库尔斯克 俄军第56禁卫空中突击团 也从占领区南部克里米亚 前往库尔斯克地区增援 只有红军村方向 没有抽走任何部队 看起来 普京确实非常想打下这个枢纽城市 乌军应该会给他准备个惊喜吧 很多人还在问打 库尔斯克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堵住俄和谈的嘴 就是巨大的战略意义 至8月9日以来 已经没有人劝和促谈了 俄一直拿时控线停火 作为幌子停火 实际是一种政治公式 给乌克兰制造压力 俄之前不存在和谈的可能性 普京和泽连斯基 比任何人都明白 乌克兰的和谈 要收回克里米亚和四周 俄罗斯的和谈要乌割地 你以为这样 他们就满足了 当然不可能 四周之后 还有奥德萨 还有八周十周 要是俄罗斯这么容易 满足克里米亚就满足了 不会有今天 乌克兰是可以满足的 拿回自己的失去 俄罗斯是不可以满足的 他说自己没有边界 所以打 不停地打 打到俄本土去 这就是一种战略 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是西方和全世界的援助 在俄罗斯时控停火的欺诈之下 美西方等之中 有一群假装热爱和平拉偏价的人 这些人主张和谈 要乌克兰忍一忍 为了和平 时控线停火 奉劝泽连斯基 要考虑乌克兰人的生命价值 要搞清楚乌克兰人在为什么而战 你们看看 这些拉偏价的 现在还出来不 俄罗斯还提时控线停火不 库尔斯克只要占据这一米 都对乌的国际舆论形势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可以把美西方等中的求和派 各地派的嘴彻底堵住 扭转国际舆论形势上不利的局面 让劝和派无言以对 倒是普京自己 表现出了强烈的停战意愿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普京已经开出了新价码 我认为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普京之所以想要停战 原因很简单简单 它兜里没钱了 为支撑战 俄罗斯这两年不断灌水 大量超发卢布 又为了压通胀 将基准利率拉到了年化18% 但即使这样 通胀还是失控了 据俄媒报道 近日面包 乳制品和啤酒等主食 涂涨了40% 偏偏还有人鼓吹 俄罗斯越打越有钱 而欧美为了支援乌克兰 已经民不聊生了 8月21日 俄罗斯许多地区的国际互联网连接 发生较长时间的中断 一些社交媒体平台无法登陆 不过几小时后恢复正常 看上去是俄罗斯网络服务商的技术故障 而不是俄罗斯政府限制了国际互联网连接 俄乌战争爆发第912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不包括俄境内库尔斯克战场上的俄军装备的人员损失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如下 歼灭俄军1190名 累计俄军60.53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4辆坦克 32辆装甲车 45门火炮 一个火箭发射装置 一个防空设备 49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6个特种设备 击落27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一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4.4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俄军袭击还造成约2.2万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约10万乌克兰平民受伤 最后送上美国总统拜登在最近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他数度落泪表示 我在职业生涯中犯了很多错误 但我尽我所能为你们服务 50年来 我把星河灵魂献给了我们的国家 我太年轻 不能进入参议院 而我又太老 不能继续担任总统 我希望你们知道 我对你们所有人有多么感激 我的总统任期还剩五个月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打算把它们完成 能担任你们的总统 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热爱这份工作 但我更爱我的国家 拜登的演讲感动了全场 祝福拜登 也祝福乌克兰 愿世界中如我们所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